家智智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電台少女洛宁 先問問他有沒有更新iOS10啦 那iOS10可以出是非常大的更新喔 很多功能都精進了 所以電台少女就整理出了 20 個小技巧不常識的要分享給大家 那因為太多了,所以還分成上下兩集 好,那上集呢,洛琳就要跟大家分享幾個 iMessage、Safari 相片還有 Siri 的新功能喔 那現在就一起來看看有沒有什麼你還沒有發現的小技巧吧 首先要跟大家提到 iOS 10 的重點功能 iMessage 那 iMessage 現在變得超級繽紛 你不但可以產生塗鴉、貼圖 你還可以對已經發出的訊息你按讚喔 那第二個功能呢,是如果你覺得很酷的功能是隱形墨水 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你發送訊息的時候啊,你要按住這個右邊的箭頭 你會看到隱形墨水的選項 那對方在收到之後呢,就會看到佈滿點點的訊息 然後他用手把它刷開才可以看到完整的訊息喔 是不是一個很酷又可以保護個人隱私的功能呢 第三個功能呢,是 iMessage 現在可以直接播放 YouTube 的影片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播放 YouTube 影片的話 你就不需要跳到瀏覽區去看啦 第二部分呢,是關於 Safari 的新功能 那 Safari 呢,現在可以把洛洛牆的網頁儲存成 PDF 檔喔 首先點一下向上箭頭,然後選列印 那在預覽的第一頁呢,就兩指化開 然後點向上箭頭,就可以儲存為 PDF 啦 那再來呢,是 Safari 啊 現在可以一鍵清除所有的頁面喔 好,那我們要點,就是長按右下角的分頁符號 然後就會跳出關閉所有分頁的按鈕啦 第三個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呢,是相片 我跟你們說智慧搜尋真的很厲害 只要你剛剛說出某個東西 它就會自動幫你搜尋出符合那幾張相片喔 而且啊,我們還可以在 Siri 幫我們搜尋喔 幫我找狗的照片 你們看是不是超厲害的 那如果往上滑的話呢,它還會依據地點啊 日期,顯示相關的圖片喔 再來啊,照片還可以畫畫跟加注解喔 好,那我們點選照片中調整的這個圖案 然後點左上角,然後 Mark Up 那我們就可以畫畫加注解 還可以做放大局部的動作喔 那在這邊呢,我補充了剛剛提到的智慧搜尋 Apps 10 不只可以搜尋手機內檔案跟 App 現在還可以搜尋 App 裡面的內容耶 就例如說呢,我現在輸入旅行 那它就會跳出鄉民晚報中相關的文章喔 那今天的最後一個部分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Siri 小姐的新功能啦 那以前我們要換緊 Siri 的話 就是對 iPhone 說 Hey Siri 來換起 那 Apple 10 的話呢 就是說你可以長按 Home 鍵來快速啟動的啊 就例如說我們現在在這個很吵的地方 那可能你說 Hey Siri 它就不會理你 那這時候你就長按 Home 鍵 你就可以快速啟動 Siri 啦 再來我們可以叫 Siri 幫我們傳送訊息喔 幫我跟媽媽說晚點到 最後一個是我們可以請 Siri 幫我們算數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際測試給大家看看吧 答案是 13 14 5 20 哈哈是不是很方便呢 默默覺得 Siri 真的是現代版的工具人耶 好啦 以上就是關於 iOS 10 20 個 你不知道的小技巧上集 好 如果想要看下集的話呢 也不要忘記要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好 而且還要給我們個like喔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